二十平的家里竟然装满垃圾 都怪爱捡垃圾的倒霉老头 家里除了张木雕花的木板 连破门都能倒腾回来 导致家里的路走不开 地上永远有擦不完的灰 害老太太一天摔好几回 这倒霉老头还在楼上养鸽子 鸽子是养肥了 鸟屎每天都得用水打扫 冲下来的水全掉炒菜锅里 少不了被老太太臭骂 姚老头家在这条街上也格外突出 房子原先是二十平米老十八角的平房 但在姚老头的努力下 一军突起成了三层高楼 结果就一层兼顾五大功能 二层和二层半全放捡来的垃圾 三层是尊贵的鸽子房 两夫妻还是住出了平房的效果 招来从业三十年的设计师朱小弟 我老猪倒要看看这家到底有多离谱 从大门口的摆建就知道这家不简单 进门就是客厅书房卧室和餐厅 生活空间严重压缩 人磕磕碰碰倒无所谓 姚老头只心疼他捡的宝贝垃圾 进门只能过半个人 遍地都是障碍物 小地方围的水泄不通 穿过客厅是储物间和厨房 厨房面积只剩二平 洗衣做饭全聚集在这里 洗衣机都放楼上去了 谁管一栋衣服就在这手洗 洗来洗去就一个盆 连同身上的衣服一块打湿 宁丹的按在凳子上借力 洗完衣服顺带能洗得早 底下就是垫磁炉和插线板 随时准备把人垫个八九分数 甚至晚上还能变成厕所 一无多用还得是尼亚小厨房 家里来的朋友也一样 发一个小红筒在厨房解决 想上楼的走后门 地面高低不平也就算了 台阶还暗藏杀机 楼梯修得又窄又抖 能做出来也不容易 好不容易爬到二层 空间完全被垃圾侵占 上头还搭了个梯子 平时摇老头都往这上去喂鸽子 85度的梯子不仅没固定还带摇的 二层半是杂物间 另一半是鸽子房 平均每天上下两趟 死亡系数高达四颗星 最后上鸽笼还得再爬两极台阶 踩空了就原地升天 摇老头在这养了七八只鸽子 四平的鸽笼设施简陋 属于社区里最眨眼的围剑 摇老头唯一的乐趣就是放鸽子 放完就得打扫鸽石 污水就一路流进自家灶台里 上头就简单盖个铁皮 三楼还要用来晾衣服 就图这里阳光好 上外容易下楼更难 每走一步都挂衣服 一层客厅还藏着个小阁楼 想上去也得爬梯子 经常掉东西到楼下 房顶上是各种线路交叉 既不安全又影响美观 摇老头压根不介意 这十五年他积攒了上百件老物件 这些都是他从各种废墟上捡回来的 舍不得老物件被当垃圾处理 晚上做饭更是寻宝栏目 冰箱距离厨房四米远 炒的菜的缩在露天墙凤里 这块油烟散得嘎嘎快 煤气罐跟灶台死亡搭配 一颗火星人生就得重开 头顶还经常掉东西 切个菜都是剑缝插针 常常趁家里做炖饭的功夫 摇老头就又从外面捡回来几个砖头 吃饭就一张圆桌 凳子不够就用柜子凑 高低不平总算能凑一桌吃饭 晚上睡觉开灯客厅毫无隐私 老太太只能用帘子遮挡 倒霉老头还有夜聊的习惯 经常打扰老太太睡觉 二十平的小房子问题多到头皮发麻 还得装下老头捡回来的宝贝 设计师打算使一招乾坤大摩椅 先把楼上的围剑拆了 在一层家阁楼坐卧室 说得轻松 但搬起家来一点都不容易 老物件堆的到处都是 两夫妻还经常为老物件吵架 当初老太太拿老头当艺术家犯高 等到家里乱七八糟 连块落脚的地都没有 老太太看他就是雕花的扁单 中看不中用 开工头一天 是拆家师傅的主场 老头看完设计图纸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把卫生间拿去装宝贝 自己继续在厨房上厕所 另外崔设计师装快点 他一天都离不开那些宝贝 双方讨价还价 将工期缩短到25天 这下轮到工人倒霉了 按设计来 室内要搭建二层落室 进门安装楼梯 光是楼梯就需要四米空间 只能做成错层台阶 节省占地空间 施工第五天 老头对设计师开天窗的方案不满意 希望在楼梯开一个西侧窗 好看夕阳落西山 老头每天都到工地溜达 设计师从保温上考虑少开窗 最终拗不过老头 将天窗改成侧窗 开工第十三天 老头又私下指挥工人贴一圈老花砖 把设计师气得够呛 晚上又把老太太气跑了 老头就跟后面屁颠跟着 生怕他晚上出事 两人磕磕绊绊总算到了收房的日子 房子经过25天的极限改造 割龙围剑部分全部拆除 内部由一间房神奇变成一室两厅 一楼是客厅卧室厨房和厕所 二楼做大露台 改造前杂乱无张狗都摇头的客厅 经过设计师妙手划分成上下两层 楼上为卧室 楼下是活动空间 强行帮老头断舍离 总算多出室内空间 剩下的物件都是老头的大宝贝 设计师已就作就 将所有老物件当作百件装饰品 完美融入新家 有老皮箱做的茶几 还有老头最爱的龙头 横起来高低的亲一口 楼梯下都是储物抽屉 这下老头还能出去捡宝贝 电视柜底下是一列制物价 与楼梯巧妙衔接 老头哥这一座 大太阳一晒 别提心里多美了 墙体还专门抠了两块地 放花雕砖和龙头 这比博物馆还值当 上楼是宽敞的卧室 近两米的层高 人总算能站直 外边也看不着楼上 老太太睡觉总算舒坦了 头顶的房梁修旧如旧 再加上一件老衣柜装饰 古色古香温馨自然 配上两夫妻喜欢的硬板床 晚上还能拉得连遮光 穿过客厅是新厨房 总算不用再走到做饭 设计师打通厨房和储物间 重做下水和排风 两侧开窗厨房彩光充足 这下炒个菜总算能闻见味了 整体颜色顺眼多了 边上那圈就是老头家的老花砖 好在不影响使用 扩大三倍的厨房总算够两人做饭 墙边的架子上全是老头的宝贝 厨房用品集中处理 全在吊柜和置物柜里 老太太心里总算舒坦了 洗衣机也搬了进来 楼梯下方就是卫生间 终于跟危险电器分开 淋浴马桶一应俱全 两人看一圈最满意的还是客厅 新旧物件神奇结合 大门口也干净许多 总算不影响街道外观 门口的石头还能继续摆物件 满足老头展览的癖好 楼梯下方还有扇小门 做了块储物间 把老头捡回来的大件门分类储藏 放不了的就摆在客厅 做个背景强美滋滋 实在放不下的就贴近墙里 头顶还藏着一张老门 配上墨绿色地板 妥妥地收藏家 要命的小楼梯消失 从错层踢上去是大露台 老头的歌龙全安置在这 骑马走到安全 老太太还能当把椅子躺着晒太阳 墙边留着西窗看夕阳 满足老头的浪漫 四面都是不同的风景 本次装修设计免费 硬装15万 软装1万 拆旧加固4万 钢结构3万 电器1万 总计24万 咬老头的新家太有韵味了